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智慧第一 舍利福尊者 佛陀十大弟子 我给你们一个个介绍介绍 今天先给你们介绍一个 佛陀十大弟子 就是常随释迦牟尼佛 说法度众生的 十位著名的出家弟子 舍利佛 穆建连 阿纳律 阿难陀 经文里面都有的 明白了吗 罗古罗 莫合家舍 迦战严 妇罗纳 幽婆尼 还有一个叫须菩提 这十位弟子实际上当年 都已经挣得了阿罗汉国 也就是说 全都超过六道 你知道他们的形象是什么吗 方的袍子 圆的灵 僧侣摩亚 以后你们到大雄宝殿 方庙里去 你们听过我讲的之后 你们再去看 大雄宝殿佛陀的两边 就是他们十位大弟子 他一般的供奉在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 下面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智慧第一 佛陀里面一个大弟子 舍利佛 舍利佛又称为舍利子 出生在当年印度王舍城附近的一个 婆罗门教家庭 过去说婆罗门教的家庭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地位的 那么父亲呢 是婆罗门教的大学者 因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 他对婆罗门教十分的精通 在十六岁的时候 以能够吹拂其他的议论 也就是说他能够把别人都变下去 长大之后呢 他与和他一起后来出家的道友 穆建联 志同道合 道是什么 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学习的宗教 道 那么他们呢 一起呢在当时的农村呢 传道授业 实际上就是帮助别人 穆建联和老舍利佛两位呢 他们全部都有数千个弟子 门徒了 有一次呢 他跟穆建联在外面旅行 正好遇到呢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师尊的弟子 马圣彼球 闻说 闻就是听闻 就是听道 说了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是所的寄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诸法因缘生 我们所有的人间的法 实际上讲的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全部都是因为有因缘过报 为什么跟孩子闹啊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呀 是不是因缘啊 没有因缘你怎么会去跟他吵架 因为你跟他有缘分 对不对啊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为什么啊 所有的事情是因为因缘而产生 到了最后 因缘灭掉了 缘分没了 所以这句话叫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佛呀 他是个大沙门啊 他是海纳百川啊 大沙门 你们知道沙门是什么 所有的出家人的统称叫沙门 常作如是所 经常啊 是这样说的 那么他只要听到这四句记啊 他马上就知道 阿姨啊 这个佛教的信仰不得了啊 哎呀 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啊 什么都能够明白了 原来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啊 他一下子归异了佛门 而且他还帅了众弟子归异佛门 那个小利弗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 已经是很有名望的婆罗门的学者 他的出家 是伯陀在当地的这个声望 和归得大大的争强 舍利佛归异佛陀之后 归得佛陀之后 他什么呢 持戒多门 少欲知诸 厉害啊 这八个字啊 他持戒就是我们啊 不贪情是蛮疑啊 不杀盗云忘旧啊 持戒啊 对不对啊 多门是什么 听啊 学啊 叫多门 然后呢 少欲知诸 没有什么欲望啊 你们知道法师没有什么欲望的 你们知道吗 他不要名 他不要房 不要车啊 他不要妻子 不要孩子啊 正面正说什么 从来不动歪脑筋 出来就是讲好话 帮助别人 结极智慧 什么意思啊 智慧无穷啊 深受佛陀的称赞 所以佛陀啊 对他非常好 很称赞他 他有很多的美德 很多美德 尤其以智慧 渊身广大 而著称 就是有智慧啊 非常非常有智慧啊 佛陀讲一句什么话 他马上明白了 佛陀要做些什么事情 他就知道 佛经上称他是什么呢 陈舍利夫是什么呢 智慧无穷 无穷什么意思啊 你们现在知道 什么叫无穷吗 没有底的了 智慧多的呢 用不完的了 明白吗 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 多的呢 永远不会不完 智慧无穷 绝了诸疑 碰到那些疑虑啊 烦恼啊 怕不下去就解决了 福一圣花 聪明 圣众 所以人家说你聪明啊 实际上就你耳聪目明啊 眼快 耳朵快 圣明 圣就是心中有一种高贵的东西 众 圣众 就是 在 众生当中 他属于圣人一样 所以现在佛地址中就称为智慧第一 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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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佛陀 有多少年啊 四十多年 帮助佛陀 弘法度众 对佛陀教法的传播 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 圣众 有一个最难能 他这个人 对佛陀 非常的重 那么他 要看到佛陀老了 知道佛陀终有一天 他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不舍得佛陀 他不忍看到佛陀灭 不忍看到 所以他请求 先佛露灭 就是我要比佛提早 就是 去祭灭 大家听懂吗 先佛露灭 结果佛陀就同意了 当然人家有功夫 人家到了这个境界 结果露灭的时候 露灭之前 他就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故乡 同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见了最后一面 那么 然后还为 当地故乡的人民 就是众生 做了最后一次说法 安详地进入涅槃 他们进入涅槃 不痛苦的 坐在那里 或者睡在那里 一觉就走掉了 一点不痛苦的 这叫无疾而住 他因为不想看到佛 就走他难过了 今天就先给你们讲 第一位 因为我们学佛做人呢 要懂得 要懂得道理 懂得什么道理呢 就是 不管怎么样 要心 心要静 心要定 既然到了人间来 走一朝 我们就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好好的 听菩萨的话 照佛的智慧去做 我们这些没有出家的人呢 要懂得生没出家 但是我们心要出家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 假论 诶 can 诶 诶 诶